今天十月四日星期五 來到九號線的人民南站 上到大堂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火車站那些 很多出口可以去 這幅畫都很美 角畫 很少由這個站出 其實我回程 想去羅湖村那邊 所以九號線 來到這裏 現在有個時間 五點二十九分 即是五點半 周圍的環境 看看有什麼出口 各個出口去不同的地方 可以看看 羅湖村可以 BOY出口 這邊出去 B出口去羅湖村 如果大家由 羅湖口岸過來的 走路都會走到羅湖村 今天我八九號線 來這裏下車 這個B出口也不錯 上落也有扶手梯 好這裏 B出口 對面就是羅湖村 這裏大家都應該很熟 走下來 先來 對面羅湖村 在這裏出口 9號線 人民南站 開出口 出來 就過條馬路過去 就去到羅湖村 那裏就維也納酒店 周圍環境 今天這樣拍 這樣開片都可以的 如果我們想回羅湖口岸 直去就是羅湖口岸 直去就是羅湖口岸 也不用我講了 應該這裏 回程 我特意在這裏下車 如果大家方便 又可以9號線 這裏 來到羅湖村 美程都可以過來逛街 逛街買東西才過關 對不對 這裏應該是W公寓 新的 好 有燈 對了 煮一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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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燈才過 大家小心點 過馬路 這裏 有幾個廟給你的 快點過 小心點 有車 這裏 有間中原地產很久的 這裏 現在5點半 是否差不多 自選快餐 這裏 昨晚5點半 繼續直行 這裏 有很多快餐 小麵 吃麵 有 這裏就是維也納酒店 出入口 有很多車 這裏 我站在這裏 就是人民南路 這裏這麼多 那裏是否警察 還是什麼 維持秩序 不知道 帶著大家到處走也不錯 這些 買包點 早餐 那裏 這裏有間 它是超市 其實是街市 京湖肉菜 是街市 這裏 直去就是佳寧拿 那裏就是佳寧拿 直去 再直去就是金剛華 這裏是人民南路 都說了很多次 大家都很熟 這裏是大閘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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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季節 一路口 那裏很多 港幣一對一 可以用港幣買的 這些 這裏是小 小一些 最小的 我的天 是100元四隻 八隻也有 港幣一對一收 一對一收 有一包裝 挺漂亮的 我這個袋 我這個袋都有 你看這裏 代精 一對一 好,向前行先 看這些八隻都有,不過是小隻 好,走向前行 好,這些是茶餐廳 剛剛在門口,我想殺食點,那個位是嗎? 我看他也有人買,剛才也 又是大雜蟹,哇,真是 杜杜也有,這麼厲害 那些,有沒有大雜蟹 好像有一個人吃煙,好像一般,觀感不太好 這些,小碗菜 多少錢呢?小碗菜 有的,小碗3-8,大碗10-28 好,在前面 這些花完小吃 這個又是大雜蟹,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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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全部都是大雜蟹 真的 有價錢那些是嗎?看不真 你看這些 100元6隻 是不是這麼喜歡吃呢? 100元8隻 都放在這裡 跟他蒸起來 還是蒸給你看 有多大隻,不知道 裡面也是,全部都是大雜蟹 好,繼續 這些 鴨頭 那些 哪有串燒 現在都好像很旺 這些是30元 那些豬 30元 這些是什麼? 這些 這些? 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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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蝦 有 蟹蟹 有沒有價錢?看不到價錢 看不到價錢 這個都說 這些嗎? 好,繼續 向前 這些呢 這些也是 拍到就拍 沒有價錢 沒有得拍就沒有了 這些我 不要 100元半隻 白日子燒 100元半隻 半隻 OK 好,繼續向前 那些有些粥肉 那些店 都很久了幾間 從去麻辣湯 又有 又是大雜蟹 哇,這裡厲害 這裡全部大雜蟹 是不是同一個老闆 真的不知道 經常都是這樣想 有價錢 但看不到65元 不知道是不是 這些都是大雜蟹 全部都是 好 全部都是大雜蟹 對面 有快餐 麻辣湯 又是大雜蟹 站這邊 江蘇泰湖 大雜蟹 100元四隻 100元六隻都有 然後買五隻 這裡也是買五送一 買十個還送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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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這隻就是65元隻 這隻是65元隻 這隻是嗎 65元 不過都是糖分高 好,繼續 對面又拍了 老鵝 肥仔老鵝 到處都是買蕭米 然後是大雜蟹季 這些是甚麼手工的 這些是茶果還是甚麼 不知道 不懂的 對,包還是甚麼 很多包點 那些 這些是甚麼 糯米糖 煉藕 是不是真的煉藕 裡面放了些甚麼 放了些糯米 塞進去 我吃糯米 哪個鄉下野證 這是甚麼 甚麼特產 甚麼特產 江南美食 甚麼美食 甚麼美食 哪裡 湘南 在哪裡 我知道 在哪裡 上海 我們不認識 江南美食 你看看 我看這些 拍下這些 我想拍他們的價錢 甚麼租盤 那些 是不是 走過路過 自己看 一房那些 走過路過 自己看租盤 下面 這些 雞的 就看 青影走地雞 手撕雞 手撕雞 青影走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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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周圍就是這樣 又是大閘蟹 總之 又是有大閘蟹 太多了 好 水會 啞蝦 甚麼都有 對面 對面有甚麼 就是這樣 這裡的行人 有很多東西看 是嗎 這會不會又是 不是大閘蟹 不是大閘蟹 那隻 生蠔那些 是不是 生蠔那些 這裏 不是 生蠔那些 10元 不知道 周圍就是這樣 又是大閘蟹 有種蟹 有種蟹 有些麵 是不是 還是水餃 那些 這裏 山頭 粉麵 對面 外面有很多美甲、竹肉等店鋪 那邊有粵菜 賣鵝 又是老鵝那些 38元斤是麥豬嗎? 40元斤絲頭鵝那些肉是不是? 絲頭鵝 就40元 環境是這樣的 這是麵包的 見到這個蒸雞 每次都記得這個蒸雞 是不是這檔? 是這檔 記得整隻拿走 記得拿走 這麼多? 好厲害 整隻拿走 不要斬 不斬好一點 整隻 好 這裡這樣 我又是大雜蟹 終於有檔口就放了 這裏 是不是集團式? 全部大雜蟹 是生果檔 即是季節性 我覺得 可以買的就買 這個是不是絲頭鵝那類? 真的很多選擇 各自選擇 這些有些什麼? 涼粉的3元碗在街上買 它兩邊都是平民超市 對面和兩邊都有 3元的 那些雞 那些雞 這麼多檔也有賣 不知道多少錢 那邊 潮山美食 那邊是森哥 森哥燒美那檔 周圍環境 雖然人不多 周圍的聲音都很熱鬧 這裏又是有個超市 我經常叫這裏平民超市 左右都各一間 涼茶 涼茶鋪有 又是站江 隔水蒸雞 好多 真的 我通常就是拍攝 我就沒有光顫的 很坦白 那裏面正在斬 買東西是這樣的 這些 30元 這些 這些是45元 這些蝦 好繼續 這間是什麼牛雜 是 四川 涼拌那類 那類 燒美始終是多人買的 你看當當燒美都有人在圍著 這些雞 怎麼買這些雞 65元 這些是33元 有些燒肉 有些燒肉 全部都是這樣 這些 這些是餅 我經常吃早餐就是這些 這些 雞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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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隻 100元 5隻 100元 4隻 6隻 都有 這些是38元 一隻 還是怎樣 那些是18元 有人買的 有人選擇的 對面 對面有些麻辣湯 這裏吃什麼 水搞定 那些 都很熱鬧 這裏再逛一逛 這些賣醬料 再逛這裏 看看有什麼 這裏韓仔 韓仔也有賣 有雞賣的 這裏又是有大閘蟹 真厲害 今天來到這裏 真是大閘蟹熱賣 真是 真是 老道都有 價錢 100元6隻 又有 什麼都有 多到不得了 是否當我一樣 真的不知道 看 又是有雞賣 真是老道也好 先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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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開 那這個羅湖村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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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些雞蕩 又是牛肉 這邊有些雞蕩 旁邊 還有炒粉麵 最後那裏 好 繼續向前走 大家都很熟 這裏 現在5點多 6點 的環境 這些麻辣湯 都有人吃 很大angen 像香港車仔麵 一直都會煮 以前小時候很飲 現在車仔麵 很昂貴 以前是平民的美食 現在車仔麵 是很貴 以前真的便宜得很厲害 在樓下里 一定是有车仔麵,很多选择 又讲回忆 还有这间 这间我光顾过都可以 为何我光顾呢? 我见他里面是自己有个地方烧的东西 不知是否他搬了位置 我吃过去烧鸭可以的 为何我会很少在这里买东西呢? 因为卫生呢 我就 都挺着重的 我就 纯粹拍 这些拌什么都有人在这里吃 这是什么? 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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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自制的 自制的,风味 手工做的,看这些 这些是当地人吃这些 OK啊,正啊 风味啊,这些 是的 OK的 我都喜欢吃的 尤其是凉皮 旁边也是有些店铺 有些食店的 我见有潮山牛肉 那些是火锅那类 真的很热闹 我觉得 道村家很热闹的 其实现在呢 回大陆 我就觉得治安就好了 可能监控多了 跟以前就不同了 好像说 如果有些网友 我都知道可能在美国 或者 其他地方 其实都可以 特别在加拿大 我知道有些网友在加拿大 看我的片 都很多谢大家 那其实 有时间的 聊香港 想一想 大陆玩 都是一个好选择 而且真的变了很多 就是不同 有时真的 什么都会进步 会改变 那是否改变到你心目中 那样东西 一定是未必的 你看这些也有一些 蔬菜 不一定说完 这些 像油甘纸都有 一些懒仔 什么都有 这些好像很怀疚 很怀疚的东西 我觉得那些挡口 好 继续走 这里 刚才远看说 肥仔老鹅 看看先 这个 45元 那些鹅肉 这些 有一个带铁专 就带铁专 这些人买了 都说 他就只有一个带铁 想知道 有些价钱 这些是自选快餐 都是连锁店 这些是 这些是什么蚝 做什么呢 这些蚝 这些做 不知道 多少钱呢 不知道 可能晚点 晚点可能会够风味一点 这里又是大杂蚝 买五送一 100元六只 最便宜的 30元 30元 这些竹肉店 周围环境 猪肚鸡 这个 杭州小龙包 我都吃过 可以的 便宜的 没所谓 前面有些非法铁 下边 不如穿过街市 刚才我在那边 是维也纳酒店旁边 不是有个 肉菜超市 就是这里 真的通过去的 这个集货铺 先下楼梯 因为比较危险 慢了些 好了 这些集货铺 有这里进入 好不好 肉菜超市 就是刚才那里 是通过去 现在这个时候 六点钟左右 应该走 有些什么 看有些什么 卖先 通常逛街市 就 之后早会好些 但是这个时候 这里都旺 都算多档口开 是不是 这边好像有些 粉面那些 集货铺 鸡蛋 鸡蛋不带回香港 饺子 其实严格来说不行 你问我 真的 大家自行决定 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要等 政府是不是 就是说了 生育不行 就是概括了 你问我 就是 还逐样说 很难 就是生育不行 就不行 那些菊花 多漂亮 看到一些菊花 你看多少 哇 那些罗汉果都很大 都是 哇 这些 这些 真的多人 这里 进来我想不到 哇 这些雪耳多漂亮 这些 这些 这些是菜档那类 瓜瓜菜菜 那些 前面 又烧尾档 走完 几个人 进来 初心没想着进来 但这个时候 想不到都这么旺 这些肉档 不买得 不买得肉回去 熟食的就可以 现在政府都说了 如果是灼熟的都不行 有时 那些超市说 帮你灼熟 拿回去 不可以的 这些鸡 这些应该是新鲜鸡 我猜 这些鸡 是不是60元 水晶鸡 额肉 42元 要买什么 要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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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其实我很喜欢吃的 这些 这些鸡 我很喜欢吃的 这些鸡 这些鸡多少钱 这些鸡 这些是68 这些是88 哦 它分的 这些是68 这些是68 80 我都不会说 可能分大小的 鸡 鸡的品种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好 如果有兴趣买的 就和它研究一下 看这些 杂货 干货 都很多 很整齐 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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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很多东西 我都想着很静 进来 很多东西 多东西 这个街市 这些肉档 记得 不可以带了 牛肉 我想不到这个时候 这个街市 多人 因为平时我走过 都没有进来 这些 纳肉都有 猪肉条 纳肉 这里又是有一档 很大档 这些干货 它都很整齊 种类饭多 我想价钱要逐个问它 有兴趣就问 出去了 这些饼 是不是 好像绿豆饼 那些是不像什么 没有价钱 可能在外面 价钱会不会 不知道 走出来 这里人民南路 小心楼梯 我要 人民南路 这里 我现敲绿豆饼 有价钱 可以看看 这里 好 就是这样 这里直去 就是佳玲南 再前面 金刚华 翻诺户口案 在这里 认住 维也纳酒店 刚才我走来那里 对面就是 九号线的人民南站 刚才由那里 郭玛路 过来 这条片我想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欢迎我分享 留言 留言 给点赞 我这样走过去 就是 乐玲南口岸 就回香港了 最后 多谢大家收看